8點26分帶來關心天氣了 來看到是嘉義阿里山二岩屏步道的即時影像 目前天氣非常的好 雖然現在你看起來好像有點灰蒙蒙的 不過白天之後自外線會偏強而且陽光普照 今天可以說是秋老虎的天氣形態 像是在嘉義這邊現在時間來到8點多 已經來到了28.1度 那麼到了中午前後更是有機會飆到35度 我們從外星雲圖帶你來看看 那麼基本上今天由於都是受到高壓回流區 因此台灣的天氣形態可以說是非常的穩定 西半部32到34度 而且中南部的平地有機會會來到35度的高溫 那麼至於在東台灣因為缺的是東風的關係 偶爾可能會有一些飄飄雨的現象 而在東半部一帶可能會有31到32度的高溫 天氣非常的好 請大家勤補防曬 因為紫外線指數可以說是過量的等級 尤其您看到像是宜蘭花蓮跟台東還有南溝平一帶 紫外線的指數都來到8到9 那麼離島除了馬祖之外 金門跟澎湖也都是8到9也就是過量等級 那麼外出可能到15到20分鐘沒有擦防曬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曬傷的 另外中午前後紫外線更是非常的炙烈 有可能會達到危險等級 請大家特別注意了 另外天氣非常好 但是空氣品質不太好啊 我猶豫是受到擴散條變不佳 再加上地形作用的影響 因此您看到污染物都很有機會會累積在中部一帶 像是在中部還有雲嘉南一帶 目前空氣品質是來到了橘色境界 那麼敏感呼吸道族群的觀眾朋友外出記得要戴口罩了 我們透過亞洲雲與圖帶來關西 目前在關島附近有一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當中 不過它會不會影響台灣甚至靠近台灣呢 未來它有機會會來到日本琉球方向來前進 禮拜五禮拜六這兩天可能會受到南方水氣的影響 因此東半部以及恆春半島一帶可能就會有一些零星的陣雨 不過從熱帶擾動的發展模式看起來 成臺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但是我們要做密切的觀察 那麼到禮拜四之前呢 全台灣各地水氣都是偏少 而且天氣蠻好的 禮拜五禮拜六水氣會增多 但是禮拜天一直到下禮拜二 天氣都蠻穩定的 而且都是偏乾的天氣形態 我們透過台灣語圖帶來關西 今天主要的水氣變化是因為吹東風的影響 東半部有一些零星陣雨 另外在中南部的山區也有一些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我們透過三日雨區圖帶來關西 那麼今天主要降雨的熱區都集中在嘉義以南 那麼東半部的降雨也算蠻直步的 明天開始也很類似東半部是零星降雨 那麼到了禮拜五有所不同囉 橫川半島以及東南部像是台東一帶是受到南風水氣的影響 因此會有鎮雨的現象 請大家特別注意了 再來看一下北部的溫度趨勢 那麼基本上這幾天都非常的炎熱 高溫來到31 32度 那麼低溫大概是24度左右 中台灣一帶要小心的是日夜溫差比較大 那麼過來這幾天的高溫都是33度 那麼清晨跟夜裡的溫度25到26度 南台灣一帶來看到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高溫來到32度 那麼局部平地有些地方可能還會飆到35度左右 那麼清晨跟夜裡的溫度大概是27度 也是蠻悶熱的 再來看一下東半部 由於吹的是東風 因此東台灣水氣一來就會有飄雨的現象 那麼未來這幾天大概都是31到32度的高溫 清晨跟夜裡也是24到25度 那麼全台灣各地日夜溫差有機會會達到10度以上 那麼要請這個南南北網的觀眾朋友 在清晨夜裡要多添加包外套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